诗篇第九十七篇 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 愿众海岛都欢喜 蜜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 公义和公正是他宝座的根基 有火走在他的前面 烧尽他四围的敌人 他的闪电照亮世界 大地看见了就站立 在耶和华面前 就是在全地的主面前 群山都像蜡一般融化 诸天传扬他的公义 万民得见他的荣耀 愿所有侍奉雕刻的偶像的 以虚无的偶像为夸口的都蒙羞 众神啊 你们都要拜他 耶和华 喜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 犹大的各城也都快乐 耶和华 因为你是全地的至高者 你被遵从 远超过众神之上 你们爱耶和华的 都要恨恶罪恶 耶和华保护圣民的性命 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有亮光照耀义人 心里正直的人得祥喜乐 义人啊 你们要靠耶和华欢喜 要称赞他的圣民 我们要参照和华保护圣民